一人拉住大腿 一人用盡全力 又將人壓制 但似乎效果不佳 只好出動第三人來上前幫忙 經過一番折騰 三打一 總算順利落幕 不過四個人可不是在玩街頭格鬥 而是警匪追逐 因為被逮男子 正是詐騙集團成員 台南市警方透過被害人 將詐騙車手約到永康區 這處巷弄面交 結果實機成熟 除了逮捕到一名穿西裝的 誠信車手 還意外在附近 抓到這名康信收水手 指示過程中 差點遭對方掙脫 相當驚險 康信嫌犯自身是 跆拳道培訓國走 因發生將事故無法繼續受訓 誤入歧途 原來26歲的康信嫌犯 曾是跆拳道選手 20歲之前還曾接受國手培訓 不過後來出了車禍 中斷運動生命 轉而加入詐騙集團 這次被逮 警方在他的身上 收出當年的培訓證 才知道遇到了戀家子 原本他在詐騙集團陣營 擔任收水手 負責把車手拿到的賬款 取走製造斷點 沒想到這次兩人一起被逮 過去的精力曝光 也讓人不生積蓄 TVBS新聞顧守昌 才能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